国语有生善书 圣贤唐善书,地狱犹记,主注先佛为济公活佛 地念九回,三犹毒封小地狱 济公活佛将,诗曰,神机救世本慈心,道法双修得夜深,指点迷津平圣口,解人或恶劫难亲 圣事,神仙将机救世,本以慈心怜悯众生之苦,却被假道假先作为憨才等不法勾当,实在最佳一等 像是自称铁口,但有些咬人不见血,如虎狼独口,这些败坏鬼谷先师相学祖师之孽徒 死后被阎王言行,以后只有转生于荒山鬼谷为飞禽,光靠一只铁嘴之之叫些动听言语了 今日游明时刻已到,阳生准备上联台 尊命,天气甚热,地狱之路不知凉爽一些否 阴气寒森,令你汉毛指数,快上联台,不要再拖延时间 是是,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 已到了,快下联台 欢迎二位再次光临本玉参观 今天又来独风地狱,玉冠宇将军已出来迎接我们 世上不少恶徒借神之名而拜神之德 故我们三番两次到独风地狱采集资料,发布音符记文,以劝话世人 二位请随我入内,稍微休息用茶 因今天时刻已稍耽误,我看不用了 既然如此,请祭佛吉阳善声禁欲内吧 独风满事,以人为潮,都飞往罪魂身上 这不是酿蜜,却在发射毒液 在世间吃多了甜头,来此只好尝苦汤了 罪魂痛苦惨叫,经奔飞逃,但无路可走 天堂有路他不去,地狱无门应进来就是这个样子 现时世间甚多庙谈主持人借神之名诈才骗色 社会纷纷指责,影响神圣清欲 独风地狱罪魂见增,时令我感叹 我叫几位具代表性罪魂,自述生前拜得情形 以登载地狱游记 多劳欲观之协助,使我们师徒能完成此神圣任务 感恩不尽 此乃应该之事,不必客气,以命将军押出二位罪魂 欲曰,此乃阳间台中圣贤唐阳善生 由济佛带入明府探查阴机,著书劝誓 快坦白说出在阳世时做何差错 我生前在台中某功为中坛元帅之鸡童 起先,神明借我之身降灵救世 的确救人无数,甚多一生难治之症 皆由中坛元帅以神力医好 后来,我看信者日众 有时中坛元帅不在 我一甲神乱跳,误人身体 又常借此机会 向善信说是犯何灾结或魔鬼缠身 必须解忌,方能出运 但要解忌之人,需焚大量纸钱 所价一千,二千,三千不等 此皆非神异 一生中赚不少钱财 还买有高楼,享受上等生活 死后,被因拆押至明府第四殿 阎王大怒,曰 你身为中坛元帅鸡童,论理应待 神器充足才行旧事 你却常借神明憨财 旧事之功与憨财之过相抵 过多于功,故盼入毒风的欲受苦 每日毒风咬得痛痒难受 生时刀剑砍身 尚无感觉 现在一只风针刺下 急绝痛入心肺 后悔太晚了 寄予世间之鸡童 应本旧事之初心 物中途变卦 识神用事,借神欺人,方免不入我的后尘 神机旧事 本为道教传统 原为辅助凡一之不能 以神医助之 乃系上天好生之德 后事轮此为憨财之利器 大悖天之好生本意 可谓鸡生之罪 行机旧事 若为维持生活 任人自由捐献 上师无可厚非 如果借此金钱买卖 神医即变成神棍 阳间法律不允 地域阴律不赦 再命第二位醉魂向阳善生 说明生前作孽 再生我为一位相师 研究相学 行走江湖 常在夜市涉滩 指人迷津 有一次 因生意不佳 是一位年轻人向我求教 我看其事出外人打扮 便鼓起弹簧之舌 严其禁运逢节 必须解记 不然前途黑暗 我也学有符咒 可以代为一心换斗 该青年信以为真 便入我知圈套 我继后索取一千五百元报酬 以后长行使此绝招骗人钱财 死后 阎王赤我学有相法 缺少道德 欺人诈财 判我入毒蜂地狱十二年 现实只受刑三年余 来日苦情尚多 毒蜂并无甜蜜可赐 都是毒针注射 全身肿胀起养 悔不当初 生前甜言蜜语 口舌生花 言你神通广大 原来好像一只毒蜂 害人多 救人少 所以受此报应 劝世间之相师 学道修身 以真理指人迷津 解人疑难 则功德无量 否则乱算一场 专算人口袋内钞票 则不配称为相师 地狱有份了 今日时刻不早 我们准备回堂 请问御官 是否神棍之类 死后接近在此狱受刑 并不一定 有者专门骗色 或是较为特殊情形 即令进他狱 本狱所尽 只是一部分而已 因时刻不早 多谢御官 及诸位将军之指导 我们师徒告辞了 命将军拆一排颁送价 多谢御官 我们告辞了 扬声准备出狱 快上连台 我已作文 请恩师回堂 圣贤堂已到 扬声下连台 魂魄投体 圣贤堂已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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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